中国经济持续萎靡不振之际 官媒央视选择播出30年前 时任福州市委书记的习近平 大喊振兴福州的画面 会中国民众压压惊 央视一年三天播出 3820战略工程启示系列报道 吹捧时任福州市委书记的习近平 以三年八年二十年 企图将当时百废待举的福州 打造成国际化大都市 福州市委甚至还要求各单位收看 充高收视率的同时 共同学习习近平主政福建时的思想 不仅官媒大力赞扬中共中央党校 甚至还曾出版习近平在福州的采访实录 不过二十年的长期规划 却惨被自己人打脸 绝大多数事实上都没有达成 习近平治理期间曾上报国务院 申请福州为副省级城市 不过厦门大学经济学教授指出 这个目标过了二十年至今仍未实现 福州超越广州的野心也沦为口号 强调走自己的路 都会有前途 强调走自己的路 但习近平似乎越走越弯 不但领政风格更加集权 还因为战狼外交导致外资撤出 加上房地产爆雷 许多地方政府早已债台高竹 央视搬出习近平三十年前的政绩 想鼓舞鳴心 不料却反凸显出习近平治理的中国 正在走回头路越来越封闭 三连新闻系统好报导